提前为独居长者和育幼院的院童围鲁庆春节 台积电的志工就发起了爱互联平台 这一天和老老基金会 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 以及林增莲慈善基金会 共同举办了一日祖孙情 一生传世爱的活动 不仅带来精彩的表演活动 院方也替长辈们准备健康的年夜饭围鲁 祝福他们平安健康 过个暖年 一起来聊天 小小朋友手拿元宝鞭炮 一身喜气亮相热闹开场 现场立即扬一股可爱的气氛 而接着由林增莲慈善基金会的志工们登场 带来复古版的歌舞 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院长 跟多位贵宾难得同台共舞台上一片欢乐 勇敢于农历春节即将来到 爱护联平台串联老武老基金会 中国压大学附设医院 以及林增莲慈善基金会 提前要跟独居长辈们围炉过年 这个我们去做的时候就感动我们自己的医院的同仁 那同仁都非常乐意 而且同仁都说每次有什么活动 每个人都说我要去我要去这样子 所以让我们医疗之外还可以做一些社会企业责任 从跟老人相处了以后才发现孝顺好像迷失掉了 所以我们从老人现在要走到老回来到小孩 所以这等于是完全都是互相相连的一个爱 爱护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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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护联平台是串联多个有心服务的企业团体 为社会弱势点亮明灯 而以中国一来说服务的长者超过300人 其中独居就占了大约有12% 除了给予医疗上的协助 甚至连居家清洁的部分也都是由医疗团队来包办 希望让这群边缘的老人族群也能得到家人办的照护 我觉得一个成就一件事情 要各种不同的团体结合在一起 老五老可以送餐 也有志工去接 那医疗 那我们慈善基金会做一个整合的平台 我们去接 接来 然后来中国就医 然后再送他们回去 那我们也会结合志工 到他们的住家帮他们修缮房子 在家里有一个人 这里有很多人 还要吃这篇牌就不要 对啊 因为我找到 今年的过年因为有大家的陪伴 让独居长辈的心更暖 而这顿回路宴相信吃起来也不再孤单 但其实不仅如此 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也协助老五老成功募集到 1500份的年菜 要在熟悉的当天 热腾腾送打长辈们的餐桌 祝福他们平安健康 过个暖年 就这里这样台中采访不到